咦 感覺... 別玩懂啦 給我野盒小 我受不了啦 他媽選這個幫他媽下路 滾那麼大優勢 一直他媽去死 這個他媽打線 克里 克里領暈打個一點屁用都沒有 這個他媽打到一個不爽的 這去幫人 然後就他媽說等一下了 叫你去市場也 刷下來你一定要去吃那下盒啊 就是我們下路可以二打三 你讓我們下路二打三兩分鐘 幹娘勒 幫你開副盤啦 開副盤啦ok啊覺得ok啊 你開副盤啦 他媽的整場你也沒越上 他就說你上刷下一定要去試下河不是嗎 不是我幫你下路他媽拿四顆頭 你說我沒有往下 幫你拿四顆頭你可以二打三 然後二打三之後 你那個操作自己死了 然後怪人 好 我們下路自己打出優勢的 到底關你什麼事啊 我們下路自己打出優勢的 到底關你什麼事啊 我不懂了 好那我絕對不會再去下啦 拜託喔幹真的是 行行好喔 幹 你他媽的 你們下路推線 本來就是角色優勢 你克里瑞拉達不能推線 不能他媽贏線 那我他媽先卷冒牌幹嘛啦 那什麼叫你幫 那我不懂 那什麼叫你幫我 啊不就角色優勢 我們打算什麼叫你幫我 啊你講好像是你幫我們 我們才有這個優勢 啊對啊 啊拿了優勢之後一直送啊 不是嗎 不是啊 你每次都一直晃啊 我不知道你在晃什麼啊 拿一波啦 給你開副盤出來講啦 你送頭是事實啦 我現在直接再開 我現在直接開啦 我現在DC直接開啦 我跟小溪狂說我們還要打三 就是因為你上刷下 他下河吃完他沒地方去 你可以來守這個石頭 可以來越這個坦 是不是你堅持要去下河 把自己打野路線弄爛的 他們這一波 你叫任何一個打野來啊 你叫任何一個打野來啊 是是是你會玩打野 你最會玩打野 我這一波 豬女就會來下路了 不是啊你拒絕我們的call不是嗎 你拒絕我們兩個call啊 你call給我們下路幹嘛 不是 那我拒絕 不是啊我拒絕完 我來打這個下河 吃完吃完 吃完這邊可以越嗎 豬女是不是在下 豬女是不是在下可以越嗎 不是啊 我們可以控制他吃不了經驗 他AD吃不了經驗啊 你吃完這 豬女在下這邊可以越嗎 不能越啊 豬女這邊在下可以越嗎 所以你就應該要去吃上三攤刷下來 而不是吃下河蟹 然後沒地方去 把狗哥踢掉了 把狗哥踢掉了 躺下了草沙小 那你跟我說你現在要去哪嗎 我們下路現在最大優勢 你現在要去哪 對我吃完河蟹 我吃完六腰 看你們好沒優勢 然後你們 你們要幹嘛 我們一開始就說不可能月塔了 我們從你再加速出來 就說不可能月塔 不可能月塔 那我不往上刷 我要幹嘛 不可能月塔 我不往上刷 我要幹嘛 冷靜點 冷靜點 你上刷下就可以月塔了 我可以say 你到底在講什麼 那say什麼 你這邊都不可能月了 別激動 別激動 他吃不了經驗啊 不是你到底看我看不懂啊 好 我跟輔助都講了 你讓小溪來講嘛 我爛的講了 你聽不懂我講的話 讓小溪來講 讓第三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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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找別人說 他怎麼不說 沒有啊 就是 你 從上路往下 不是我這邊吃完和蟹 我幫你們下路看一下 這波豬女在不在 然後 我還可以吃六鳥 然後 你們真的要殺的話 我可以再去吃石頭 我 我還是一樣可以去下路的啊 沒有啦 這 不是啦 這波 基本上就是不需要 不需要你 幫我們看豬妹 因為 他下路基本上打不了 你刷你的 你最大話往下刷 我就刷我自己的 我可以不讓他吃這個和蟹 他也賺不了啊 那他是不是 不是你最 不是你最大話刷的時候 你是把上面刷完之後 然後下來 為什麼貓牌要最大話刷法啦 靠北 因為 因為你這樣刷完 你可以控龍 我現在 不是 我要去吃龍 我隨時可以吃龍 我們不能吃龍的情況下 是我沒有大 蛤 那就是 對啊 那你說龍還沒吃 那我為什麼 我 我還不能上去 我現在三分 龍還沒吃 你出現在下路 代表你等一下的路徑就是往上路 所以等一下龍出生 你就不會出現在下路 所以你覺得我們要 一出生 然後就直接一個4 4V4 不會 因為我們有兵線優勢 不會的情況下 為什麼我要準時到啊 因為 不是啊 你不在我旁邊 那我們就不會有兵線優勢啦 而且我們本來就可以準時動啊 那我刷完上路 我也沒去上路Gank 我也還是會下來 那你們還是會有下路兵線優勢 還是可以動龍啊 那我們要 那我們不就 那就是剛剛那場啊 直接等你兩分鐘啊 等你兩分鐘最後被4月2啊 你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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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4月2啦 你不啊 剛剛就是4個人啊 那 不是 因為 你們自己聽他媽VOD 100%100% 他媽打贏打贏打贏 什麼 然後打到自己他媽操作 長那樣子 然後再來怪人 會 4月2 是你們 太深 然後我們打野 你們被流不是嗎 那你絕對不可能是會提前面4月2的 這個 這個情況 是你們 我不感覺你們 打得太急耶 我不知道為什麼要這麼急 我沒有很急啊 你還認識那麼多教練 叫教練來看啦 他媽的 你去他媽 直接翻VOD來看 不要他媽看這種RP沒有對話的 一直說 100%能贏 他媽二打三二打三 我就在說祝你再下了 啊你們需要我你們直接講 我就直接到了 我就快不用刷 我是一個茂凱 我可以不用刷的 對啊不需要我 啊100% 然後又我還在下 我他媽的 你這個邏輯到底是什麼啦 不需要我再下 100%能打贏 我還要再下 拜託你講話有點邏輯好不好 不是前進是二打三啊 不是二打四啊 那二打三 塔利亞最後才到 我 啊我是能知道塔利亞會到 你要問中路啊 那你為什麼他媽的在噴我 你是有毛病是不是 啊我一直都會講啊 塔利亞一定會先動啊 我整把都講塔利亞會先動 會先動啊 因為我是龍王 啊一定就是開大 我跟你們說祝你再下 你們說能二打三 好那我就不去 我就刷我的 那如果你們說祝你再下 你們壓力很大 我會刷嗎 我選茂凱了 如果正常你現在刷完 你這兩攤 這邊已經可以準備來生月塔了 啊你人呢 對面兩個這樣的血 你是往上的 對面兩個這樣的血 我可以直接去啊 你們說月不了啊 對 剛剛月不了 啊我們後來換血 有機會就月得了 因為他要問今天 他一定會給我們消耗啊 啊一開始你在上刷的時候 你本來就選擇拳啊 你把自己的路走死 然後你帶來關下路 我們下路根本沒用到打野啊 因為你不讓我們用啊 那我們要怎麼玩 那我們要怎麼玩 這一波我們打完 然後都沒回不過 然後又要再塞月塔 對面他媽中路是不用 我這個線 你剩人生物你會來嗎 對面中路 我們剛剛 雀巢就說了 他一直能先推 我們要塞月塔 要越怎麼越啦 我們就不能他媽的 你們已經 殺完一波了 不能 你們 搶一個 回波 那個回推線 搶一個那個先推先回 然後準備打這個龍 是你們一直說 自己不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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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嗎 如果你們拿了這個錢 拿了這個兵線優勢 直接回家拿錢 我們打龍不好嗎 我們三個四等 然後對面豬女沒東西刷 對 豬女沒東西刷 對 豬女沒東西刷 是因為我去下路把他和諧搶了啊 啊你們這不要怨 我吃完六鳥我也可以來啊 我吃完 我六鳥 我六鳥吃完 我石頭就生了 那為什麼他會有進石頭的選項 我不懂欸 是怎麼玩到他 是怎麼玩到他 因為你們下 你們下就是說 你們優了 啊可以二打三 所以我就往上了 你們要越我就會吃石頭來幫你們 有啥問題 啊你們這邊如果 有跟我說 這邊可以越塔 我一定會去吃石頭 因為我六鳥吃完 我一定吃石頭 我跟你說打野路線 就是他媽上往下了 你不要他媽控制我打野路線 我跟你說 我可以到就是可以到 你下路只要跟我說 你這個下路可以越 我就六鳥吃完 我石頭 虧什麼 我打野虧什麼 不是 你虧你虧什麼 我會到 啊你不是要我到嗎 我會到 啊我他媽吃上面也怪 你這樣就不是順順的刷啊 所以永遠我們都會等你刷野啊 我跟你說我不會刷 你到底為什麼聽不懂啦 幹你鳥我跟你說 我六鳥吃完我會吃石頭 然後你他媽要我越下 我就會到 你他媽到底是哪 哪邊不對 哪邊有問題啊 你要月塔 我吃完六鳥 我就吃石頭 我就會到了 為什麼你要糾結 我冒凱要刷 全刷 我不是玩耐德利啊 大哥 我玩耐德利我就會全刷了 你路線這樣他媽就很急行 確實你不能跟他撿一下 你知道嗎 一定我一直跟他這樣吵嘛 我們隊伍還是我們隊伍 都沒有人要跟他講這件事情 幹你這 為什麼冒凱一定要全刷啊 我真的不懂欸 你到底是 不是你是打線上 你就只需要跟我說 你這個線上 你要來get 你要來月塔 你就這樣 你只需要給我這個指釘就好了 你其他都不用說了 我跟你說 我已經領先這個豬妹 我吃完六鳥石頭 你要月 那我就直接到了 不是 不是 我們現在不知道能不能月塔 這個當然是不能月啊 所以你上往下刷 然後看機會啊 怎麼會是一直在下 然後等機會 這樣就很奇怪啊 我沒有 不是啊 啊我策略了 你們說有機會 啊你沒 沒機會的東西 為什麼一定要 不是 我們需要你cover 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們還是需要你cover 然後準時動龍啊 那現在 好現在拿我看嘛 你真是了齁 我們就看龍能不能準時動 你現在往上走 左大破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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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動的話 我就直接三郎吃完走過去啦 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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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下路我家 你先把腳過去 強勢一點把腳過去 他這爆鎧不用刷的喔 我跟你說爆鎧真的不用刷野啦 幹為什麼一定要我全刷啊 我就自己在下路看機會 然後 我不用全刷 我已經領先這豬女一等了 嗯 我跟你講 我已經領先這豬女一等了 我不要再 我不要 我沒有要再刷野 超爛 不 不上配合吧 如果他這樣子 他這樣子 上半部野區都 都差的話 但是是沒有辦法他去刷 我跟你講豬女絕對不會去吃我上半部野區啦 他媽他去吃我上半部野區 他下路就等著崩啦 啊我已經說 我領先這個豬妹了 我把下和謝字叫 他沒得吃東西 你懂嗎 好不好 你會玩打野嗎 你不會玩打野你就跟我說 AD到底這個能不能躍就好了 講那麼多 我就說 我隨時能到 沒有 我跟小溪都不會玩打野說 做檢討 對啊 所以不要檢討打野啊 我就跟你說 你只要跟我說AD 這波線能不能躍就好 啊你們說不能躍 啊我就往上 我吃完六鳥 你們跟我說有機會 啊或者是換血有優勢 我就吃石頭 不然我可以直接靠都OK的 我覺得都行啦 但我覺得有個重點啦 沒靠的就打收一點啦 收練一下 啊是不是沒 沒做的事情然後 好那我們已經當下做了事情 然後你們還要 就是還要再去硬打啊 然後最後死了啊 感覺就互相配合吧 因為他要去傷的話 李文洋哥 他什麼先點啊 沒問題啊 我們就是業餘啊 不用玩得這麼就是 都想要 就把這邊打爛 你知道嗎 就是互相配合一下啊 沒有啊 他就有傷他也啊 他就有傷他也啊 他他就去吃了 小溪覺得想操作 他就操作 他就輸了啊 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 因為你們下路就是 他媽拿一堆頭 然後一直送啊 一直要往前打 就說等人然後一直往前打啊 那我怎麼一直等不到你 因為你們已經送啦 你們自己說 100%打贏 100% 不是只有這波 不是只有這波 哪一波哪一波哪一波 不是只有這波 憑空勝出來一波 他媽要旁是不是 我是感覺配合打野的路 現在是挺重要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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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沒硬叫 然後又自己跑去送 單單單單 就輸都不爽 沒叫然後又說100%打贏嘛 幹娘 我覺得 我覺得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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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音效 然後 超出 就稍微的內飾 就是這樣 然後這把選擇也不是說 我中路也很優 可以推薦乾幫你們 所以你們一定要聽我這部線 如果打野你沒有 叫他下來三打三或幹嘛的 你們硬起操作 那中路就會寫到 重點是這個 那你們那個 打野路線哥沒關了 沒這麼難嗎 很難排 很難排 喂 我進來了解一下 不用管我 不用管我 其實很難把對面 完全的壓死的 總會有了傳視的空間 所以還是配合打野比較重要 我 我 我解決的 那就是 你們要 硬把他叫過來啊 你們不能說 沒把他硬叫過來 然後自己跑去送了 然後在那邊撿倒這個 我覺得沒什麼意思 要就是下一把 我剛才不是說 我們已經S過了 阿誰過阿 阿如果畫面不對 阿誰過阿 阿我說 我說來 我說來月下 阿被他拒絕阿 我不知道為什麼 阿拒絕 阿拒絕就拒絕阿 你又有B計畫 你又是9A計畫 拒絕叫拒絕阿 拒絕就拒絕 對啊 阿我們上路就死了 然後他過來問我 我去下路幹嘛 我這邊直接 不知道說什麼阿 有這邊嗎 這邊我們不是把 剛剛在這邊 抓完一波河道嗎 然後就繼續 這不是 我們 就這樣輸的嗎 我們這邊不就這樣輸的嗎 就是繼續往對面 往死裡打阿 來月下阿 說要吃完鳥阿 真吃鳥也行阿 阿為什麼是去找 找一個鱷魚 我已經提前摳了 我也是提前摳阿 阿為什麼去找鱷魚 然後問我說 為什麼我要去下 因為這裡鱷魚殘血 我不知道他是會被這樣 這樣子殺的 你從下路走去上路 從下路走去上路 沒有這邊 這邊已經打完一波了 我已經沒大了 唉唷 你這角色沒大 就沒辦法玩了是不是 這邊已經亂了 這邊已經亂了 其實 沒有其實這邊 正常來講 冒凱就別去上了 那上路那個是被越 我們直接交換 因為你這邊如果跑去守他 你永遠都是慢的 這邊的話 不提其他波 就這波 就是你已經在下了嘛 你再跑回去上 花30秒 但是你直接在下 你可以快很多 然後做到 可以啊 這波可以下阿 只是我覺得鱷魚殘血 我當下想去保他 不用去保 這邊鱷魚會玩應該是 你如果接不了 幹感覺也不要回去了 沒有 不要回去 我是看他半血 然後還想回去接那個線 我就想不去幫他了 沒有這個就一樣 這個就是他失誤 然後我們跟著失誤 那也沒辦法 這也不用檢討什麼 就是有人失誤了 沒了 開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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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面說開始 反正我是覺得不用想那麼多了 你們就先打得穩一點 我幹嘛呢 穩一點 哈哈哈哈 你看 有一個叫做 黃曉妮敵人抖內50塊 你就是這樣有錯 不承認爛咖一個 你就是這樣有錯 哈哈哈哈 ще錢 正門票 借иг人抖內50塊 才就是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